哦,哇,蜜蜂在攻击他了 哦,哦,哦,发生什么事了,Oh my god minecraft 欢迎回到来minecraft的第二十集 那么在上一集,我再次的失去了所有的东西 因为我召唤了那个boss出来,掉零 我并没有想到他是如此的强大的 我一直都以为我可以很轻松就把他打败了 结果我是错的 那昨天呢,我就重新再做多钻石的套装出来了 因为我在上两集,我已经找到一组钻石了 就是64粒钻石 我就是花那些钻石,重新做过我的这一个套装出来 还有我的钻石剑,还有钻石稿子 那我基本上就是花时间去升级,还有做附魔罢了啦 那最后的就是我花了很多时间 去重新的找过这个掉零 骷髅人的头回来 因为我要再次挑战这个boss掉零 当然,这一次呢,我不会傻傻的去跟他单挑 我昨天呢,还有发现了一样事情的 是关于蜜蜂的,ok? 一直以来我玩minecraft玩了那么久呢 我是有看过蜜蜂啦,但是我从来没有太过去在意蜜蜂 但是我在网络上看了一个影片关于蜜蜂的呢 蜜蜂只要他们被攻击的时候 他们是会合群起来一起攻击那个敌人的 我就有了一个想法 我能不能自己做出一个蜜蜂的军团来帮忙我攻击那个掉零呢? 因为蜜蜂可以飞嘛,那个boss掉零也是可以飞的 ok,我不可能带我的小蜂去帮忙的 因为小蜂根本都没有办法攻击到他 所以蜜蜂可能可以帮到我 ok,那么我准备了一些玻璃,一些木板,还有我的床 首先,我必须去找到一些花啦 那这一次我会带着大白啦 因为我需要去找蜜蜂 走了大白,我很久没有跟你一起走了 我感觉是很久了 希望在我家附近会找到蜜蜂啦 然后我要找一些花儿啦 因为蜜蜂吃花的嘛 就是让它不断的繁殖 让它的数量越来越多 之后呢,我就召唤那个掉零出来 希望那个掉零会攻击到蜜蜂 然后蜜蜂就一起攻击它 这就是我的计划了 但是我不知道的吼 是那个蜜蜂的杀伤力有多高 还好蜜蜂是吃花的,说实话 我家附近就有一大堆的这一些野花了 也不是难找的东西啦 Oh my god 那个魔影人是攻击我了吗 不是吧,我只是路过一下罢了 那个魔影人好像在追我 他在追我是吗 他在追我 你妈妈的 有没有搞错啊 OK 过来 谁给你嚣张的 过来 我没有要跟你打的 跑啊 你继续跑啊 你以为我现在的装备会输给你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看他着火了 他 垃圾 哇,他还掉三个珍珠了 OK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就凭你 今天我们的目标可是更大的呀 是那个掉零啊 哦,我找到了 找到一只了 我要 我要拉他 哎呀,你不要 哎呦,你打到我的大白了 你这个垃圾 不要来打扰我啦 不得控离你们啦 蜜蜂啦 不要跑啊 哎呀,大白你又过不到来了 哎呀,气死我了 我看我应该不应该把大白带来耶 好麻烦耶 他一直跑来跑去 不要跑来跑去,大白 有点后悔了 我想把大白放回去家 这一次的大战不应该带着他 OK,你们知道吗 我决定把大白带回家了 抱歉啊,大白 这一次我不能带你去了 乖乖的待在家等我吧 让我再去找回那个密封 哎,我找到了 找到了 OK 计划开始 他们说可以拉着他的 为什么我不可以的 你在太远了是吗 哦,可以的可以的 OK 把它关在里面 哎呀,走开 没有你的事 没有你的事情 过来这边 小蜜蜂 OK,让我 挖掉那些泥土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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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你的事情 OK 你从哪里来的 哎哟 那个蜜蜂咬我了 哇,还会中毒的 哎哟 这些死人 殭屍害死我了 我的蜜蜂死掉了 可恶啊 我给你们知道吗 我应该要准备好一个洞口先 不然的话这样很不方便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OK,就这样简单的一个地方 OK 就是这样了 把那个上面给封起来 基本上我只是需要一个空间 让我养蜜蜂罢罢了 好了 就是这样了 完美 这样简单的一个空间就可以了 放一点火把 那之后 我种一些花鹅在这边 这样它们就不会离开了吧 因为有花鹅会吸引到它们 现在我只是需要把 那个蜜蜂带进来这边罢了 在这附近应该有蜜蜂了 这里有一个蜜蜂窝 为什么没有看到蜜蜂呢 哦,看到了看到了 哎,不要跑 不要跑 不给你跑 过来这边 对了 就是这样了 跟着我 跟着我 进来 对了 你就是我蜜蜂军团的 第一只蜜蜂了 然后给它吃一些花 它这样是不会生蛋的哦 还是需要找多一只 回来给它做伴侣哦 这样啊 我需要它繁殖哦 OK,你待在这里 我要再去找多一只回来 哈喽 牛先生 你有看到这附近有蜜蜂吗 我在跟你说话笨蛋 哎,有了有了有了 不要跑 哎呀,它飞到好高哦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不要跑 不要跑 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呀 哎呀,它飞到好高 不要那么高的喂 这蜜蜂到底可以飞多高的 我拉不到它哎 过来这边 不要跑 哎,抓到你了 抓到了 OK,还好是在我的 基地附近罢了 还好不是很远 哎,哦,我还拉着我还拉着 过来这边 过来这边 对 欢迎光临 哇 OK 两只蜜蜂了 现在 它们可以繁殖的了吧 来 繁殖吗 哦,你看它生小蜜蜂了 然后再给它吃 它就会变大了吧 我需要你们继续的繁殖啊 这样是不够的呀 才三只罢了 我想至少都要有五十只吧 五十只以上吧 看来这个要花一点时间了 它们也不会马上再繁殖的我 不用紧 我再去附近看看还有蜜蜂吗 等一下我再回来 先生 为什么你们在这里的呢 今天我没有心情理你们的呀 说实话 要打架吗 真的 没有心情理你们啊 真的 哇 找死啊你们 哎 够了没有 够了没有 还不够 还不够啊 啊 这边又有 这边又有 不要跑耶 哎呀 给它跑了给它跑了 等我耶 等我等我不要跑 抓到了 OK 就一只吗 哦那边还有一只 还有一只 过来过来 我拉着你们 然后我拿着那个花儿 它们就不会随便乱跑了 OK 两只蜜蜂 幻影光临 跟着我不要断绳子哦 惨了我的基地在哪里了啊 好像是在这边的 一下子我就忘记了 来 来 欢迎光临 两位蜜蜂 进来进来 对了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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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就是这样了 来吃吃吃 给回我那个绳子 然后你们 吃吃吃 继续的繁殖 OK 它们又繁殖了 漂亮 那接下来我要做下一个步骤了 我要把他们的这一个我做到更大 OK 我要把它做高 因为这样在地下呢很难让那个凋零攻击到他们嘛 OK 所以我要把他们的家给做高 你知道吗 我还是在他们这边哦 睡一觉吧 因为我害怕晚上啊 一直被攻击很难能够做事情 我在这边睡觉吧 OK 睡了一觉看能不能再喂他们 要吃吗 还没有肚子饿吗 你们 OK 两只吃了 OK 又繁殖了 漂亮 就是这样了 他们现在就在这边下面嘛 所以我要把它给做高之后 然后我就可以拆开这个地面 他们就可以飞上来了 这就是我要做的 先把它给做高 这当然不需要做到太美的 因为那个凋零肯定会把所有的东西都给破坏掉的嘛 所以我会做最基本的啦 刚刚那些蜜蜂攻击我 他们还会让我中毒的嘞 OK 所以这些蜜蜂他们真的不落的嘞 如果增加他们的数量的话 说不定他们真的能毁掉的那个掉灵也说不定 至少他们可以帮到我一点点吧 OK 现在过了一段时间差不多了 我打算再做高的一点点就好了 现在先让我去看看能不能 再为我的蜜蜂吃一点花花 他们的数量才是最重要的呀 哎不要出来耶 不要跟着我出来耶 为了不让他们逃走呢 我决定 再做的一道门在这边 我害怕等一下我增加了他们的数量啊 让他们逃走 那是最糟糕的状况 我不能让他们逃走 所以就是要这样了 OK这样有两道门他就没有办法逃走了 来要吃花了吗 你们饿了吗 吃了吃了漂亮 吃多一点吃多一点 升多一点 换 Jean 就是这一步一步的 他们的数量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让我继续的去 把它的窩 做到更加高 我先挖一点泥土 回来吧 我现在挖泥土挖得很快 批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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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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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率4级哦 还是我运气好罢了的咧 我昨天就是做出了一个铁的铲子来 就是打算做一个附魔罢了 结果就拿到这个 效率4级了 哇 我的铲子都要坏掉了 OK 我想应该足够了 我有很多的泥土了 我想把这些泥土全部用完了 就应该是足够了 这个计划看起来是蛮花时间的 但是只要那个蜜蜂的数量越来越多啦 生出来的也会更加多了 我希望那个凋零不会攻击到我的家了 我的家还是在蛮靠近一下的哦 等我做出我的蜜蜂军团来 那个凋零只要应付那些蜜蜂都已经很不得空了吧 他还有空去攻击我的家咩 OK 这是最后了 这个高度是完全足够了 是真的足够了 最后这一边就是放一些玻璃了 就这样 把那个玻璃放在上面 我好像准备太多的玻璃了 我以为要用到很多的 好的 完美了 现在这样的情况我要先下回去 这个高度有点危险了 我刚刚叠的泥土在哪里了 在这里 跳下去 然后往 好的 刚好剩下一道门 就是这样的 这个旁边我要换掉那个玻璃 对 就是这样的 OK 蜜蜂他们就在这边下面 我现在不要把这个地面给挖开先 我要让他们的数量增加多一点先 来 吃了 吃了 继续吃 吃吃吃 还有谁没吃的 快点 让我去找多一点花 花回来 随着他们的数量增加 我要用到的花儿也会越来越多了 先生 你好啊 嗯 挡着我采花呢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看到这些野花儿开心的 OK 我想应该是足够了 我采到好多好多的花儿了 接下来 我会回去那边 就不断重复的喂他们吃东西罢了哦 直到他们的数量增加到我满足为止 但是你们放心 你们不需要看我一直在那边喂蜜蜂 喂蜜蜂的 OK 我们会直接跳到去重点的部分 那我们待会再见吧 我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 才能把他们的数量增加到超过50只啦 OK 经过了一段的时间 他们的数量的确是变多了 我现在彻底变成了阳蜂人了 现在大概有20只左右吧 你们能想象如果现在我不小心打到他们吗 我会死的很惨啊 OK 我看他们的数量已经是蛮多一下了 那该时候拆掉这个天花板让他们飞上去了 因为已经开始有点窄了这个地方 那拆掉这个天花板呢 真的要小心不要打到他们了 打到他们我自己就完蛋了 所以我决定我从上面拆 我不要在那边拆了 哈啰 没有你的事啊 哥哥 你们准备好见证奇迹的时候了吗 他们全部就在这下面了 真的要小心不要打到他们 哦 来了 来了 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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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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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thical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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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崩溃了 我要崩溃了 啊 我崩溃了 我好崩溃啊 我在做什么啊 好啦 不要打我好吗 no 我那么辛苦养大你们 怎么会这样啊 这个离场呢 它挖里土挖的太快了 它挖到那个洞出来 给它们飞走一半了 我又要再花时间去培养了 Oh my god 我发现啊 我玩minecraft没有什么顺利的事情了 永远都有意外的事情了 一点都不顺利大家 啊它们跑了好多啊 没想到我竟然会给这个效率四级的离场给害死 真的害死我 你看现在它们的数量 Oh my god 我又要重新的培养了 不用紧 你们不需要看我一直未密封的过程 我们待会再见 那么经过了大概 一个小时半左右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数量已经是 Oh my god 我只能说 真的是蛮多密封一下的 OK让我再增加多一点点吧 基本上 我现在一直重复做同样的事情去采花 然后把花给它们吃 到了后面它们的数量现在这么多了嘛 我为它们吃它们繁殖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了 所以就整个过程变得越来越快了 我想这已经是足够了 Oh my god 你们准备好了吗 你们准备好大战了吗 我的密封战士们 即将你们要面对的是 从未见过的强敌 但我相信你们能做到的 OK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了 我要先离开这个地方 我老耶 它们的数量太多了 我连走都走不到了 OK 让我出去 让我出去 开门 开不到门 开不到门 它们挡着我了 开到了开到了 啊 不要出来你们不要出来 OK 哇 我的游戏都开始卡了 太多了 那么接下来下一步就是要把那个 掉灵给召唤出来了 把它召唤出来之后呢 我会攻击它一次 那之后我就会 尽可能的躲在这一个密封我的后面了 让它攻击到密封 希望密封会攻击它了哈 说实话我是有一点点紧张 不过就算在这里死掉了 其实也不用紧啊 因为我离家这么近 我还是可以拿回我的东西 这一次我真的是准备好了 呼 OK 我准备好了 来了 OK 好 先跑 准备攻击它 OK它攻击我了 走过来这边 让它攻击到密封 怎么卡在那个树上了 它攻击到密封了 它攻击到密封了 我掉去哪里了 发生什么事了 喔 喔 蜜蜂在攻击它了 喔 喔 喔 發生什么事了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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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 躲起来 躲起来 先 喔 你們是从哪里来的 發生什么事了 喔 喔 OhMy God 你又哪里来的 發生什么事了 ohMy God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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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你的事情 為什麼它的血量还是满的 我的蜜蜂们 OhMy God 它的血量还是满的ательно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有打得过他 喂喂喂喂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走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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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你们的事情 为什么 打不过 我的蜜蜂 为什么我的 我的月灵都跑出来了 oh my god乱七八糟了 乱七八糟了 发生什么事 不行啊 我的蜜蜂计划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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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死光光了 我的蜜蜂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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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的 为什么他的血量还是满的 我不明白啊各位 我只能靠自己了 我后悔了 这根本是心不通的 走开啦 走开啦 疯了呀 不要攻击我的月灵 没办法了 没办法了 只能拼了 我只能拼了 一切都被毁掉了 我的月灵门都死了 no 躲进去水里面 你破坏完我的东西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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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杀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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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结果他的血量是完全没有扣到的 那之后一切就变得很混乱了 什么东西都被毁掉了 我也再次的失去所有的东西 而现在那个掉灵呢 他还在找着我 他还没有放弃 他还在寻找着我 我没有办法打败他 而且现在我连回家我都回不了了各位 没想到这个海底之家变成了我的避难所 听到吗 他还在到处的破坏 一个好好的冒险 怎么会变成这样